字幕志愿者 李陈娣 各位冰城朋友你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今天很兴奋 因为很久没有回来冰城讲课 刚才我们的阿妹妹 阿妹妹讲我已经有十个月 有在冰城讲课 所以很抱歉 因为太忙了 都是忙这边飞到妹妹 所以今天呢 很荣幸的再回来冰城 跟大家见面 谢谢你们的书记 谢谢 刚才我们的 Next 他有提到 有讲到这个 现在的女人幸福吗 男人舒服吗 基本上呢 这个是一个同等的一个对号 同等的一个对号 那最近呢 就是基本上我们来探讨一个 因为小弟刚从韩国回来 在韩国 我在韩国的时候 除了周围一整 其实呢 也在探讨这个女性和我们的问题嘛 因为她有关系到微整 所以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呢 我们也探讨一个东西是这样 在韩国她也面对同样东西是什么 女性幸福吗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环境 跟现在的女士机关 其实呢 普遍上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困扰什么呢 就是困扰女人的 什么呢 幸福 然后困扰幸福到底是 从哪里可以追根 这个根源呢 基本上这个是非常 非常讲讲的 一个非常蛮大的一个 怎样讲 困扰的一个问题啊 基本上都是在探讨着 这个问题到底怎样去解决 然后根源从那里寻去 从那里找 所以今天呢 其实小弟很荣幸的 再次回来并城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天的 今晚的女性必停时刻 公开女人的命令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谈的就是 女性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女人的其实呢 一生中 一生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女人一生中 健康 美丽 幸福 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 三样东西 基本上呢 都是女人一生中 你要或者不要 无形 有形 都在追求的 这三样东西 这一生中 那么这一生中 这三样东西呢 是谁 取决了 这三样东西呢 荷尔蒙 荷尔蒙 不是男人 也不是今天 OK 它其实呢 就是荷尔蒙来取决的 女人一生中 健康美丽 幸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荷尔蒙 所谓什么荷尔蒙呢 对不对 基本上很多女人 她很怕荷尔蒙 一听到荷尔蒙她很怕 可是呢 往往呢 其实她怕 你问她怕什么 她不懂 对吧 认同啊 各位小姐们 因为今天来到的是 小姐 看到不是 看到全部都是小姐 跟我们全部都是这么年轻啊 八十后啊 OK 全部来的就是八十后 就因为我们主持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荷尔蒙 到底是什么 其实绝大多数呢 女人听到荷尔蒙会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懂 其实她不是怕什么 就是她不懂 她不懂 所以她很害怕 然后我们来今天 不要怕她好不好 今天我们爱她 怎样爱她呢 我们来探讨 我们来解剖她 到底这个荷尔蒙 所谓是何物 然后她有什么一些 比较 这样讲的恐怖的事情 或者是可爱之处好不好 然后如果真的想听 假今晚的起声呢 不要限制我时间 因为我不晓得 在座各位有没有赶时间 这边有没有赶时间啊 没有 有没有男朋友在外面等的 没有 老公在外面等的 没有 孩子在家里面等 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没有一个关门 锁门 不给出 我希望我是用最简短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我累积一些经验 把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不过呢 是讲一些心得经验 那今天呢 其实呢 我们跟大家探讨一下 到底是什么 那何鸿 讲的这句话 其实通常呢 跟我的座位有关系 我的位置很有关系 所以通常我会开场 通常我会给人家 比较了解 带入进去这个荷罗蒙 通常我都会讲 一小段故事 小段故事 那大家都懂的 其实呢 谁还没有去过泰国的 这边请记手一下 好不好 没有去过泰国的 我们北部 没有去过的 有没有 男士们肯定没有了 肯定全部都去过 你孩子们有没有 都有去过 通常我们去泰国的时候 我们全部一定会指定的 通常都会去看什么 看什么show 阿华秀 除了一些代格书 其实我们没有看过代格书的 其实我们蛮好奇的 想看一下 你住阿罗斯大带我去看一下 阿华秀 我们都有看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都一起看 通常我们男子啦 因为以前我是蛮多年啦 我在福建 我去看阿华秀 我有一种冲动 好奇心 为什么这么漂亮 这么完美的 这个女性的那个体态 对不对 这样我们就很好奇 因为原来三后 就是她做完show过后 我们还可以去跟她拍照 对不对 但看到的时候 我们男看男士们通常看到 哇 那个喉水什么都要流下来 这么梦想中 梦想中的那种完美体态的女人 原来出现在我眼前 可是呢 不是那种我要的女人 偏偏她竟然可以在我梦想中 可以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为什么 当女士们看到她呢 会很什么呢 好道道 这样子 很自卑 为什么她可以这样 为什么她可以这么漂亮 对不对 尤其她身材 对不对 啊 这样讲呢 应该 怎样讲 应该有的有 应该有的有 全吐后翘 应该有的有 基本上我们都看到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吗 会成这样吗 本来之前她像我这样的 像八十后的 我们主持人来match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晚晚 他们 做了一些动作 做了一些动作 做了这个动作 其实他们 都明白的动作 就是讲 他们会为了这个动作 牺牲他们的寿命 牺牲他们的寿命 可是他们还是要做 为什么呢 他们要真的是达到他们梦想的改变 所以他们做了 然后这个什么来的 就是定时定量注射 荷尔蒙 注射女性荷尔蒙 所以他从像我这样的 像amnesco这样子的 OK 结果呢 在很短的时间多短呢 基本上一年之后 他就开始改变了 定时定量注射女性的荷尔蒙 如果她的荷尔蒙注射给我 一年后 你会看到我 类似她这样的情形 不错了 不错了 明白 所以这个就是荷尔蒙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形态 OK 所以这个叫荷尔蒙 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荷尔蒙重要不重要 所以很多人其实女人 他们不懂一生中 真的到他走的那天 基本上他都不了解他本身的荷尔蒙 所谓的荷物啊 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荷尔蒙是什么来的 那今天一个男性被注射了女性的荷尔蒙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 他会被改造 变成一个类人家 梦寐以求梦想男性男士们梦想中的女神 对不对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如果一位漂亮的小姐 把我的男性荷尔蒙注射在你身上 这个漂亮的小姐 你会变成什么 你会变成 男性 男性 男性啊 对不对 有可能变成女性梦寐以求的 男性 哈哈哈哈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荷尔蒙 荷尔蒙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意识 跟形态跟体态 明白吗 所以荷尔蒙重要吗 重要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市场上 还有一些荷尔蒙可以改变的吗 可以变到一些人可以改变他的 症状吗 可以哦 有没有听过阳台树 有没有听过路台树 注射那些胎盘树有没有 有 是动物吗 对不对 可以 这样女注射男的变成女 对不对 男注射女的变成男 对不对 这样动物注射人会变什么 动物 后面情瘦 这个你们就讲了 我们没有讲 所以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荷尔蒙 所谓荷尔蒙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荷尔蒙 真正它的严重性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可以乱乱的去抚佑 乱乱的去注射 这个是我的建议 这是我的忠告 所以在这边开始就给大家进入荷尔蒙 所谓是荷尔蒙 OK 来我们看一下 好 所以 OK 那女人的荷尔蒙其实呢 一生中基本上呢 它会有分为三个阶段的生理变化 那三个阶段的生理变化呢 荷尔蒙又分为青春期 还有生产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女性都不喜欢的一个 更年期 这三个时期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过期 还有过期了 更年期过去过期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女人一生中 她的荷尔蒙呢 生理变化阶段 它会分为三个时期 青春期 生产期 更年期 OK 来我们探讨一下 到底呢 这个青春期呢 当面对青春期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的一些问题出现呢 就是一些荷尔蒙的变化 荷尔蒙的一些症状 会出现在青春期 然后什么青春期 会导致这个症状呢 就是看到没有 青春痘 基本上这个青春痘呢 会有一些小女孩 会有一些比较傲娜的青春 对不对 你去美容院 你花多少钱 你也挤不掉 你也清除不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发自在内在的东西 在荷尔蒙太过浪身的时候呢 它会造成很容易产生 这些青春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痛经 什么是痛经 在座各位女士们 小姐们 基本上痛经 现在每一个女孩子都毕竟经过的 对不对 都会面对的 有些是生产过后的 对不对 都会面对 不管是30岁 40岁 50岁 还是会面对这个通经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痛经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在各位的那些经验里面呢 我们要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调理 有没有 谁在这各位 有没有在你们的夜市的时候会面对痛经的 有没有看过一些痛经 我看过痛经 看到怎样了 脸白白 然后晕 然后头晕 然后等一下整个捧下来 整个人倒掉了 痛到倒掉了 有没有 有些人痛到像霞面在地上卷 对不对 有没有 都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痛经基本上呢 这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种痛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痛经我们要怎样解决 真的各位 可不可以互动一下 如果你们有经验的痛经 然后你们是怎样去处理的 有没有 我感觉到冰神的小姐们全部都很健康 没有痛经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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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药 吃药 什么药 痛 痛 止痛药 止痛药 结果很多人都会讲止痛药 应该是大家有吃了 所以这个是止痛药 基本上呢 从此痛经痛到云岛 去到医院 专科医生还是在开什么 Paincure的 对不对 搞不好一排的那个什么 在伙伴师都有得卖的那个 都是一排的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都会看医生 反正你看了他你还是同样的那个药 他还是止痛 指着给你不感觉到痛 可是问题是你还是会痛吗 还是在痛 为什么会痛经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会痛经 基本上 虚寒体质 虚寒体质就导致你痛经了 为什么呢 当然这个东西就比较深入了 比较多东西要谈的 如果你要更加详细了解 那如果每一个月都痛经的话 这样你一定要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卵巢发炎 卵巢发炎的女孩子 通常基本上他要夜间的时候一定痛经 所以他才痛 因为他里面会发炎才会痛 所以通常卵巢发炎的才会痛 OK 那基本上你去看全世界的医生 很不好意思 在各位有在医生在位的 不好意思 基本上不是医生他不会用 其实没有药 因为在女性的整个的这个子宫里面 基本上他是没有药 到今天 需要 连一颗药都没有 不管你是什么病 这边是没有药 所以你痛 医生给你止痛药 没有 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个痛呢 你没有解决他 你每一个月都还是重复的 重复的去面对他 这个是严重的 为什么呢 现在的小女孩 基本上我们发现到 现在 现在的我们讲八十后的 OK 八十后的 我们发现到现在呢 基本上十个 最少都七个 都会面对痛经的问题 那这个痛经呢 如果你不去好好去调理的话 你去轻视他 不去理他 基本上呢 后续 他就一来一点重了 什么后续呢 等一下我就跟你讲 什么是问题 什么问题了 痛过后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女孩子 除了痛经之外呢 发明是什么 乱经 什么叫乱经 很多 有些女孩子乱经 很不懂 我当我讲的时候 还有这样恐怖吗 有哦 你有看过每天来月经的吗 一个月三十天 来不停的有没有 有哦 所以那种呢 如果爸爸生了七千里的话 爸爸跑路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你爸爸生了七千里 每一个都 每一天来月经 一定要来三十天 然后一年三百六十天来 就你爸爸跑路我跟你讲 对不对 所以 对 所以很多女性跟我讲什么呢 Patrick啊 我没有来几次很爽 为什么很省啊 明白吗 所以有些人期待乱经 为什么呢 怂怂来怂怂 回来最好 最好不来 有明白没有 很多女孩子都这样想的 那 乱经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和谋失调了 你的晚巢 你的晚巢障碍导致失调了 那失调了过后 他才会乱经 所以当你面对每一天 一个月三十天来主的时候 基本上 你的晚巢已经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障碍 非常非常的问 那个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导致很多女性呢 就基本上很讨厌来越紧 对不对 很麻烦 基本上每一个女孩 每一个女生都不喜欢来业经 因为麻烦 那有没有听过 一个月准准 每一个月都两个礼拜 两来一次业经 是一个月来两次业经的 有没有 有齁都有齁 那两个月来一次业经的 有没有 有齁 有 有些朋友真的很幸运啊 其实有没有很幸运啊 因为基本上是每一个月二十八天 一个周期嘛 你一定会面对这个业经的问题 对不对 可是有些女孩子就比较 比较幸运的一群 他两个月才来一次的 所以一年才来六次 明白没有 所以这群的女孩子 他就会跟那些每一个月讲 我 因为我两个才来一次 我比你好 你明白没有 因为你每个都要来 明白好像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两个来一次嘛 不懂 障碍 障碍 其实这不是障碍 如果两个来一次业经的对不对 各位女士们呢 你们的一边卵巢 基本上已经不能工作了 OK 你一边的卵巢不能工作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卵巢是在哪里 卵巢跟男人一样的 只是男人下一点 女人上一点罢了 就是这边跟这边 OK 左一点右一点 那么基本上呢 来业经 基本上如果这个月来呢 是这边卵巢 他排卵的话 这个月来业经 那下一个月呢 是这边排卵 这边来业经 这边是没有工作的 他一个月一边排卵 一边没有排卵 这样一个月排 这个月不排 下一个月不排的时候 你因为为什么不排 因为你这个卵巢有障碍了 他排不到蛋 排不到卵子 所以就没有业经 第三个月他回来这边 这边还可以操作 对不对 还可以排卵 这样你就两个月准时来一次业经 明白吗 算蛮多女性不懂 都明白 有没有听过一个月 一年四次的四季之婚 有没有 三个月来一次了 所以这个 你就爽了 你跟那个两个来一下 我比你更好 我一年来四次 有没有 所以 这种你看乱经的问题 其实可大可小 我见过六个月来一次的 一年来两次 然后我见过 我们这个大哥没有进来 他在下面 就是三年头的时候他叫我 我们的杰森大哥 他叫我 Badrick 我有个朋友 一年九次来一次业经 我讲 没有什么大不了 他讲不是我 要结婚了 二十八岁 怎么办 我讲你怎么办 一年来一次业经吗 因为他很小 怎么呢 他说我一满 对不对 是怕不能受病 我讲可以啊 因为你一年来一次业经嘛 你就算准 明年 几月 来业经 来业经 那个排卵期 三天把老婆的排卵期 对不对 叫他老公不要出外面做工 这里面做工 所以他肯定也是会中啊 对不对 我们听到 一年来一次业经都有 所以这个朋友 他之前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肯定很自豪 为什么呢 我 一年来一次 我逼他来一次 我逼你们又神 又舒服 又开心 你明白吗 可是当他结婚了之后 他是最烦的那一刻 因为他担心 他不能受孕了 明白了 他受孕的情维低了 明白 把上三个月 我在马里讲 我终于遇到一个了 两年来一次业经了 都有 所以这个是乱经的问题 什么乱经 就是你荷尔蒙 导致你的那个卵巢组织 细胞组织的障碍了 所以导致你的荷尔蒙 跟那个业经 就是有问题了 我们看到一些 乱经的问题可大和小 问题在于现在 怎样去解决 明白 我们还是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问题是 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找答案 这个答案我们怎样去解决 再教各位 如果以下 刚才我讲的 所讲的那些乱经的问题 对不对 这样我们要怎样去处理 处药 处药 什么药 病药 病药 就只有病药 没有了 你去看妇产科 妇产科 叫你每一天来一科 对不对 28天就来业经了 对不对 可是很悲哀的 基本上有一些做父母亲的 他带他小女孩去看妇产科的时候 妇产科给了这个药的时候呢 父母亲都不懂 这个是病药 这个才悲哀 你明白了吗 因为医生没有跟你讲 这个是病药 他只是叫你每天吃一颗 28天后 这个小女孩肯定来业经 所以很悲哀 因为父母亲都不知道 他这是病药 明白吗 当这个小女孩 吃了这个病药 六到九个月后 你发现到这么 这个小女孩 越来越什么 越来肿 越来胖 明白了 你才担心了 到底他吃了什么药 然后你才去查 去检查一下 去问一下 而这个就是病药 我竟然去医生 买病药给我的小女孩 明白没有 可是没有吃这个病药 你的乱经问题可以解决吗 不能 不能 那我在我们的事业中呢 在我的经验中里面 对不对 我见过很多一些小女孩 十八岁 十八岁 基本上她乱经 什么乱经呢 她不是乱经哦 她比乱经更严重 什么人做法呢 她是必经 必经 是完全不来经 OK 十三岁 来了疫情过后 到十八岁 五年 不来疫情 你知道几恐怖吗 一个女性如果不来疫情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不要以为我很爽 因为我会觉得比较幸运 然后我不来疫情 又省又舒服 其实那个后面的才来恐怖 才来害怕 为什么呢 这个小女孩 当她妈妈来听我讲这个 和我们的客户后 她就快快去带她的女儿来见我 然后讲Vatrix 我的女儿 带给你看 十八岁 我讲可以 她讲你还没有这么快 我对 她就站她女儿过来见我 然后我听到十八岁 十八岁 我好吹 所以我就有这种期待 你还十八岁吗 OK 当然要看了 十八岁 结果呢 她带来的时候 你走进来的时候 我一看到女儿的时候 糟糕了 这个女孩 不是啵啵啵啵 她 讲讲的是这样 这个小女孩一进来 她从她一搭进来 头低低到坐下来 她从来没有抬过头 然后这个小女孩 基本上头肿到下脚的 然后她皮肤比我更淡淡 然后她基本上呢 这边呢 如果没有T的话 基本上 这样她就比我更淡 更多T 然后就是看到这些症状 我就知道 这个可怕了 结果她给我看 她拿两张的report 专科的report 然后给我看 4年前 我的女儿 因为整年不来夜经了 然后第一次不来夜经 那是怎么办 13次来夜经 她妈妈就是一般上 我做父母型的都是一样的 待机妇产科 然后妇产科 就开了21颗的病药给她 然后吃吃吃吃了一个月 不来 医生讲联系吃三个月 不来 病药吃了三个月 不来 OK医生再来怎么办呢 再回去看医生 医生再开一个给她5颗 5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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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是5颗罢了 不用21颗了 5颗 这个呢就是纯核蜗药 纯核蜗药 就给一些 专更 而且更年纪症状的人 吃了这个 这种的核蜗药 就5颗 医生讲吃了这5颗 一定来夜经 结果吃了5颗呢 来 一滴 一滴 有没有吗 一天有可能用一片就够了 很少 结果呢 还是不能解决 连续用了两三个月都还是一样 到最后呢 又再进回去医生 医生跟她讲 不能了 这样子 因为 scan到的时候呢 她整个的子宫里面呢 被血块阻塞走了 然后医生也不懂怎么办 就写信叫她去专科院 专科就从她的软槽里面 就是抽她软槽里面的 那种东西来验 来化验 化验的时候呢 第一间专科跟她讲了 她妈妈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她讲到她女儿 那时候才14岁 14岁的软槽细胞组织呢 比她妈妈还老 基本上呢 是跟55岁到60岁的软槽组织一样 不能排完的 所以她妈妈就吓到 不可能嘛 才14岁明白嘛 然后 听了人家的建议 又再去别间专科医院 去化验 又再做这个软槽的 那个抽样的去检查 结果呢 报告同样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她妈妈就没有办法 怎么办 所以医生建议做什么呢 做一个女人 尤其是明星个性 被逼要做的 而且做了之后呢 欲罢不能的 就是荷尔蒙症 所谓的荷尔蒙症 比如讲做了癌症 和我们癌症的 做了这个治疗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这个针 所以基本上 医生就建议 不如你女儿做这个 好不好 结果她刚好遇到这个医生呢 她的这边 她有带了一把车 OK 她有良心 她有量她的心 她就跟这个妈妈讲 因为你这么小 你的女儿 其实这个药做了五年 得到癌症的病发率 会超出48斤 结果她妈妈不做 那怎么办 不来了 没有来了 就是到了最后那一天 就是五年 就是大概从13岁到18岁 我见到18岁 结果呢她讲 我没有来已经这么久了 然后就基本上她讲 可不可以救她 我讲基本上 我们不是神仙 可是我知道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 我们所要代表出来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 请问在座各位 今天有谁是新朋友 没有听过我们产品的 你是第一次来 有几个 请挤手一下好不好 挤手一下 都是新朋友 给你们自己一个 谢谢 其实呢 我们更加掌声更加大 那为什么呢 可以带她们新人来的 谢谢你们 其实呢 你们到来 给了你的身边的亲朋区 他们带你来的 其实是很大的鼓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尽量把这种正能量 传达出去 因为很多女性呢 往往她牺牲了她的健康 甚至牺牲了性命的时候 她都不知道她的原因在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到今天 到今天 全世界的医生 对女性的子宫 晚巢 基本上 没有答案 没有要 所以 你们来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尽量把这种好的东西 正能量 尽量的传达出去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 当然今天 你的纯粹是帮助人 都无所谓 纯粹要怎样 都无所谓 只要你把这个正能量传达出去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到 你会帮到很多人 在我几年里面 我也觉得 我尽量的去分享这些东西 希望帮助更加多人 所以这个小女孩 基本上呢 她妈妈讲 能不能救她 我讲我们这个Ladymax 基本上 我们讲的这个今晚 我们的产品主角 Ladymax 我讲在我的几年里面 基本上 以前我用她来调我的顾客 一些B金的问题 B金就是她不来业金 就是她不在法定年龄 不在法定年龄里面 停经的女人 我们叫B金 55岁以下 55岁以下 停经的 我们叫B金 因为在我们正常的法定年龄 是55岁停经 所以呢 他就是叫B金 B金的情况之下 在我的经验里面 从30岁到40多岁 所以基本上BB金是很多 很多 尤其是现在 越来越多 这个关系到她们 压抑导致而成 所以我们经验呢 是讲我们这个Ladymax 帮助了这些B金的女性 重新的来回那种 人家不想要的那种烦恼 OK 因为她经过了 她才知道疫情的重要性 你明白吗 可是没有经过的 就想最好不要来 可是经过不要来了之后 她就希望 几时来 几时来 怎么不来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过程 当你没有遇过的时候 你希望不来 可是当你没有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没有来的痛苦 所以你希望她来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动作 那基本上这个小女孩18岁 我讲我不敢担保 我们这个产品能不能帮到你 因为在我几年里面 因为我没有遇过这么一个严重的一个小女孩 遇到这种问题 结果她也应酬了 买一盒 看她女儿适不适合 我跟你讲 基本上 一个神奇的一个功效 为什么呢 我们Ladymax 我不懂怎样去解释 四天后 她慢慢把电话给我 Badget 我女儿来疫情了 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她的女儿呢 痛不欲生 为什么呢 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 一块 跑出来 还有一片一片 好像网撞 好像网撞 一片一片跑出来 来了两个月过后 不是来 联系两个月 来就讲 正常的 正常的那个周期 两次过后的夜景 基本上这个女儿呢 很多人 都会问她 最近 为什么你瘦了 然后最近 你的脸为什么 这样白去了 所以 这个小女孩到今天 她的业绩 基本上 我们敢跟她讲 基本上 她已经算是正常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 有一些身边的朋友 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就是 借到那个福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间接的 会帮助到人 我希望大家哦 敢敢的去分享 这些东西 希望能可以帮助到更加身边 更加多身边的新鲜朋友 有一些真正重的一些朋友 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乱心呢 你看 真的没有药 虽然没有药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不懂 怎样去处理 周围出母亲的更加不懂 所以今天呢 希望这座各位 好好地去懂得 怎样去调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 发扬光大 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加多人 在这方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些症状分析报告出来了 当一个小女孩 还没有结婚的哈 在这边很多人 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如果有痛经有乱经 超过五年到八年 那你不要再哀怨 不要抱怨 不管你是在这边 还是在这边 他都会有留 五年到八年痛经乱经 他就来 为什么会留呢 为什么痛经 刚才我都讲了 痛经如果你联系 持续 每一个的痛经 基本上你的卵巢发炎 卵巢发炎过后 你不去处理它 你吃了止痛药 解决了 没痛了 下一个又来 我又在买止痛药 是解决了 可是你卵巢其实在发炎 那在发炎的时候 你没有去调它 它就痛 痛给你看 痛了之后 你吃止痛药 你压着它那个感觉 你没有感觉到痛 基本上你卵巢是发炎 所以当它发炎久了之后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肿 卵巢难种 你没有听过 卵巢难种 这个卵巢难种 你再不距离它 它就恶化 它恶化的时候 它变成肿瘤 甚至严重的变成癌细胞 就是这样子的症状出来的 所以当你痛经乱经 五年八年后还没有结婚的 你就要小心一下 在你这边 或者在里面 会有流 所以一些一些 我的经验里面 经过十八岁十九岁 因为我是做美容行业 所以基本上我面对的就是美容师 所以一些十八十九岁的美容师 听我讲 过完过后 她才来问我 Patrick 刚刚才被医生切掉 我们这边 十九岁 我越过十九岁 你看上去 基本上 还可以去参加 马来西亚选拟比赛 很漂亮很美的 那个女孩子 可是面前她听我讲过后 她就跟我讲 Patrick 在那边很伤心的样子 才切掉 她问我 怎么办 还会来吗 我问她 医生怎样跟你讲 医生讲 切干净 没有了 可是我跟你讲 我没有眉脸 我直接一百万身才会来 吓到她 吓到她 整个眼睛红掉 要流眼泪 为什么呢 有没有听过一些 基本上 医生他只是帮你 切掉那个流 干净了 可是医生没有帮你切掉 深流的根源 很多女人不懂 为什么这边 这边会有流 为什么这边会流 其实你不懂 因为你没有调好 你不去理她 你不去理她 你不去管她 你轻视她 反正有止痛药 反正有病药 你是吃了 吃了之后 五年半了后 这边跑力出来 那边跑力出来的时候 你才担心 如果跑力量力 那是钻石 我无所谓 越多也好 有没有 今夜我今夜个32岁女龙师 在马路加 量 这边 气力流 一粒一下到你已经不能睡觉 气力流 他验一下气流过后 朋友介绍来跟我讲 一讲老人靠过后 他捉住我 不怕 现在怎么办 气力流 不能睡觉 不能睡 我讲 如果气力流在里面是钻石的话 就好死了 可是呢 不是 那问题是怎么办 我讲 你一定要调 可是医生讲 这东西 是不能调 要割 为了安全起见 切 割 对不对 这个医生的医理 可是在我们营养学里面 我们要找出根源 这个东西呢 是有根源 导致你这边会有流 那就问哪里 我讲你 听了整晚 其实就是你碗槽 你碗槽问题 才导致这边流 所以你要怎样做 那医生看 给他吃药 看一个月过后 又再回去验 看这个女儿会怎么样 基本上 我讲哦 医生都没有药 医生到底有药 医生没有药的 医生可以吃口红药 明白吗 这样问题来了 要怎样搞 那时候我就教他怎样搞 配打我们的LadyMax 一个月过后 他担心 他回去再验 结果呢 他验了之后 医生还问他 你最近这个 你吃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气力变成杀力 谢谢 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年轻 现在越来越年轻 就流 这基本上因为医生 他只会把你切掉你的流 他不会切掉你的 深流的梗 我们来调什么是梗 基本上 卵巢就是你的梗 卵巢就代表了女性 从头到脚 给你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荷尔蒙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 对不对 其实就是你的卵巢 所以这个卵巢去取决了 你一生中的健康美丽幸福 所以你整身里面所有的器官 最重要的女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卵巢 所以只要你不好卵巢 我跟你讲 你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摸一下他 跟他讲一下话 我跟你讲哦 你就会很美了 你就会很真的 因为你要爱他 基本上女人从头 从年轻到老 都没有爱过你的卵巢 对不对 你只会滥用他 哈哈 你要升级他就生嘛 对不对 你不是滥用他 对不对 问题是你从来没有照顾过他 那今晚呢 我们就教你卵巢去照顾他 OK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卵巢是一个细胞组织 这个细胞组织呢 它是每一天都在形成代谢 它要什么 细胞药的是什么 营养 营养 它从来都不是要 要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药 管不着 领不着 我们要给它营养 针对下药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本的解决 你要调好 这种的问题 你要调好 不要给它阻止这个流的产生 当有这种痛经跟乱经的时候 你就采取果断的做 就是措施 就是调好你卵巢细胞组织 把这些流要来的时候 端进它的根 你的流就永远不会在这边 这边来 基本上其实很简单 可是往往很多女性不懂 而冤枉 你甚至牺牲掉她的健康 对不对 所以希望这个都会好好的去利用一下我们现有的那个产品 怎样去调好 不好 你这个我们讲 讲讲的预防都是胜与治疗 对不对 不要等到这边有一粒还是两粒 所以才来担心 OK 这个是我的经验 其实今晚所讲的东西都是我过来的经验 其实基本上不用slide了 其实我都都是一样东西这样讲 我希望只是给大家更加明确的去明白 然后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 你看一般上乱情的朋友 所以你看我们的朋友就打电话来 Bitchy大哥 每次他就叫我Bitchy大哥 我觉得我很老 Bitchy大哥 朋友 一年抢了一次业绩 哈哈哈 他怎样跳 其实基本上他就怕什么呢 难受孕了 对不对 其实为什么难受孕 你根本能排完怎样受孕 你明白意思吗 你乱乱来你的夜景 乱乱来 爽爽玩爽爽没来 你怎样去怎样去怎样讲 我们讲怎样去受孕了 你很难预测 可是如果你每一个都很准的来夜景 基本上很多人都怕受孕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啊夜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可爱之处 OK 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难受孕 基本上只要你调好你的卵巢 能排卵 基本上你不想怀孕 他都会给你怀孕 其实很简单啊 医生有没有药医 没有药啊 你们排卵啊 不能啊 没有药可以令到你排卵啊 排卵是你的卵巢啊 卵巢的细胞组织他要吃什么 他要吃原料啊 他要吃到他要的东西啊 你要给他营养啊 你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给他营养的时候 你会怕你不受孕嘛 所以很多朋友结婚三年 五年去年 不能受孕 结果呢 去看这个医生 看那个医生 试管也做过 也不能成功 结果呢 到最后怎么办呢 问这个 问那个 明白了 就是不用问了 你最多你来见我 你问我就可以了 我就教你 肯定可以 只要你的卵巢细胞组织 当活着 基本上就肯定可以收益 最后很简单啊 所以我们发现到一些三五年去年的 结婚了 不能收益了 只要他调好 用我们的医生 再加配我们的乱目 基本上这两个一起配搭 肯定的在三个六个里面 他就看到效果 在我的过程中 在去年 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案子 在马路加 就是一个马来夫女 奇怪 她不懂听华语 结果她来听我讲课 两公婆来听 我也好奇 为什么我开始讲课的时候 她没有进来过 这样的时候 她开始进来坐在后面 我就奇怪 这么一堆马来夫妇 她来请我讲课 然后我就问她 我就暂停了 我就问这一堆的马来夫妇 我讲其实欢迎你们到来了 对不对 是谁介绍的 在讲有透过一个朋友介绍的来 这样我讲你听得懂 欢迎她讲 她咬到 这样我讲 你听不懂 可是我在那边讲 她讲 她看到这个图 然后看到我讲 大概她的桌吧 不用紧她讲 你这样给我讲 结果我讲完后 你让她抓住我 她老公很紧张 为什么呢 三年前她老婆生了一胎 三年里面她老公拼命的做工 结果不成行 不能成行 OK 原来什么呢 三年前她生孩子的时候 第一胎的时候 发现到她卵巢肿瘤 医生竟然 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 去了一边 去了一边过后 医生还跟她讲 当生了之后 医生发现到你卵巢 一边有肿瘤 医生切掉 她不知道的情况下 切了怎么办 因为这样 因为那个安全时间 她讲 切了就切了 然后不会有后患 只有 所以就给她切掉 切了之后呢 三年她老公 拼命的制造 结果呢 她自己功力不够啊 还是自己有问题 结果 原来自己没有问题啊 原来是老婆 因为切了一点 很难受 结果她老婆问我 怎么办 能不能有机会 我讲基本上 如果你能开网 你能买夜景 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所以她两个月准时来自夜景啊 你一定要听到你两个月准时来自夜景啊 为什么一边卵巢没有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还有一边卵巢啊 所以这个月排卵 这个月有夜景啊 来到这边这边没有了 所以下个月就没有夜景啊 第三个月她就会重新来夜景啊 所以你算准你的排卵期 对不对 算准排卵期啊 我还问她 你会不会算 你会算我教你 她讲好了 回来回来 OK好 这样我讲你调 怎么调 我讲两公婆都要喝 OK 老公老婆都喝 当然老公是喝摩尼加 老婆是喝零 OK 老婆的零加跟摩尼加一起 可是跟你讲 不懂是我们长才啊 这么加周巧啊 一个月准时啊 一个月过后 她老婆 打电话给我们 欢迎 这种一种 一对方没有来劲 就一对方没有来劲 老爷的时候 真的是欢迎 所以不懂是 真的是这么周巧啊 所以你看有时候啊 我们懂怎样去行 我们这个产品 你可以用神奇 所以我们叫神奇 什么神奇呢 我们有神奇的大目 其实我们有更神奇的雷妮 基本上 她招负了很多的女性跟男性 因为招负女性的少大 男性自然会得益啊 OK 这个呢通常我们 大家都明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市场上 基本上我们看荷尔蒙 四条 荷尔蒙不平衡 我们来看市场上 基本上能平衡荷尔蒙 有三种方式 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 刚才我所讲的 就是西药的荷尔蒙 你去看医生 医生给你吃什么 病药 对不对 还是病药 吃了病药不能来 这就给你更重的药 其实都是西药的 荷尔蒙 OK 那一般上 所有女性都有吃过 一般上的女性 有患有这个荷尔蒙症状 来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市场上 你可以找到的 就是 动物的荷尔蒙 台盘素 动物荷尔蒙 你可以注射羊排素 你可以注射一些台盘 动物的台盘素 它可以令到你的荷尔蒙正常 肯定 可是价钱不便宜 对不对 价钱过外 一个疗程 最少 那种还不是最纯的 我是自打嘴巴 为什么呢 我是作为医生 可是从来我不做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尽量不做 通常我跟人家讲的时候 人家就不做 我是自打嘴巴 其实问题是我还是跟人家讲的 今天如果有的选择 你肯定会选择这个东西 可是以前没有的选择的时候 全部市场都选择动物的台盘素 为什么呢 快速 打了之后 美美 水水 啵啵吹 你明白的意思吗 可是当你明白过后 那刚才你们都明白了 对不对 所以就 不要了 所以不要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你讲到 西药荷尔蒙又不好 动物荷尔蒙又怕变成 等一下变成什么 刚才你变成什么 青椒 青椒 我跟你们讲的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样市场上 还有一个 在植物的荷尔蒙 这样植物的荷尔蒙 基本上 人家一听到荷尔蒙的时候 还是会怕 欸植物的荷尔蒙 吃了不好 会有什么 变成 你明白吗 变成 变成树啊 变成植物啊 对不对 明白吗 这样 我请问就是通常 这种荷尔蒙 我一个人 人家就会担心 就知道 吃了 可是我讲植物啊 我讲 基本上 如果我不讲 今天你喝豆奶 你喝豆奶 你吃豆类 辣豆了 什么豆 对不对 那些就是最纯的 植物荷尔蒙 它里面有一种叫做 玉黄酮 这个玉黄酮呢 基本上呢 英文叫做 receptor 这个receptor 这个玉黄酮 吃进去 然后卵巢一吸收到这个东西 脑下水体 分泌出来 卵巢一吸收到这个 玉黄酮 玉黄酮它的作用 就只有在植物里面可以找到 那这个玉黄酮呢 就是 因为卵巢每一天都制造 很多种不同的磁技术 就是理性的方法 不同的技术 OK 看你需要什么 他就制造 他知道什么东西 才可以制造这么多的那些 然后龙技术来平衡 其实呢 就是玉黄酮 玉黄酮就是给到他生产 不同 就是他可以生产 你所需的不同的核酮技术 食物里面就有 豆类 芹菜 啃菜 芹菜 你知道吗 芹菜就是最好的 食物里面最好的 那些核酮技术 食物核酮 有没有吃过 很多人不喜欢吃 那个味道 可是我喜欢吃 OK 我喜欢吃 然后还有什么呢 你有听过巴菇菜吗 巴菇菜 吃剧是很好 你有听过 在东马 有一个菜我非常喜欢吃的 他叫 他叫什么 很难叫 这种土著的话 Belina Belina 不知道什么Belina 你去到东马 你叫这个菜 Belina 他们叫Belina 还是Belina 我不懂 怎样去形容 很好吃 那个菜基本上 也是一个很纯的植物 所以这些菜类 基本上都有植物的荷尔蒙 而问题是 很多人 每一天有吃到吗 没有 你是门 你每一天都有吃到大豆吗 豆奶有喝到吗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你摄取的量不够 你有吃到芹菜吗 你有吃到那些菜类吗 很少人 现在很少人吃菜 所以基本上 你要吸收这个食物荷尔蒙基本上的不够 所以不够的时候 你要怎样去分泌 这个原料 怎样去做够制造给你的荷尔蒙技术 你找不到 你做不到 所以你 因为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 做事习惯 导致你的荷尔蒙技术呢 会越来越减少 越来越减少 导致你的暖肠就开始有障害 它不能平衡你的荷尔蒙的时候 你的荷尔蒙就会乱 明白意思吗 所以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只要稍微你懂 基本上这个问题 不会出现在你身上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 大家都懂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的 就是一个食物荷尔蒙 为什么吃荷尔蒙 我们做出来的 其实基本上是方便大家 因为今天 我们讲的是非常紧张的社会 没有人去 好好的去 只要去找些东西来吃 不需要 今天我们帮你解决 我们是追求里面的食物荷尔蒙 所以直接给你去吃 给你去调补 当你有遇到问题 没有问题的朋友呢 只要你保持 保持 保持一定的量 基本上你就可以保持你女性的特色 美美水水 捣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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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捣 就这么简单 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成功受孕了 对不对 可是又发现到有个问题 很容易流产 我有遇过在 一个父母 怀疑五次 联系怀疑五次 五次都流产 为什么会流产 因为你的卵巢细胞组织 不强壮不健康 当你排卵成功 排卵成功受孕 可是你的卵子不健康 他很容易流产 所以一些医生 当他知道测验处你的胎盘不健康 他就给你打安胎针 对不对 从你怀孕到那天打起 打到你生为止 为什么 安住你的胎 不要给他流产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你们女性的卵子的问题 所以只要你的卵巢健康 基本上你就不会有这个症状了 OK 所以最重要还是 脚本来还是要调 再来看一下 当你成功一个女人 当他成功怀孕了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位 女性们 男士们 其实 你们知道吗 生产期对一个女生来讲 对一个女人来讲 基本上呢 是非常伟大 而且是非常牺牲 她牺牲 她伟大 用她的生命来孕育 下一代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发现到 女性因为怀孕过后 她牺牲了她健康 神志生命 这个是每一个地方 而且是每一年都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有什么一些症状 能令到一个女性 在怀孕的时候呢 会失去到她的生命跟健康 可是很多人都不懂到今天 尤其是男士们 所以只要你爱你身边 那个更加需要懂女性的朋友 生产期 当一个女孩子成功受孕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受孕呢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有没有在你们的经验里面 或者是在你们的意识里面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的亲朋去友 在怀孕的时候呢 突然间 突然间医生验到了 之前怀孕前是没有的 怀孕之后 医生验到什么 高血压 糖尿病 需要吃药 需要打针 有没有 有 为什么 医生给不到你答案 这样 今天我给你答案 女性怀孕的时候 她的荷尔蒙是在她一生中里面 最浓最高的时候 她的荷尔蒙 所以为什么女性怀孕的时候 一定会脏奶 为什么会脏奶 女性有多多 医生有个理解 打不出来 可是我很坦白的理解 当一个女性怀孕的时候 你的荷尔蒙 占到最高 你的荷尔蒙最高 最浓 你的胸一定脏 所以为什么你来疫情的时候 修会隐隐重 她会脏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亚洲人 亚洲女性 我们不要讲欧洲人 我们讲亚洲人 每一边修 大概 这种是不平 大概 八颗到二十颗的乳线 每一边 遗传的基因 八颗到二十颗的乳线 这样二十颗的 我看一下那里有二十颗 有没有站起来给我看一下十颗 或者是八颗 路线 决定了一个女性的胸部的 cup size OK 你八颗 你怎样挤来挤去 它也是A 你明白吗 如果你二十颗 你不用挤一下 它也变成G奶 你明白我意思吗 它就是这样子 可是很多人 你们女性就是喜欢被人家骗 为什么呢 喷一下啦 打打打一下 它就骗了 其实 有没有 有 时常看到Facebook 看到WeChat 有没有 查一下 喷一下 然后或者是带一下 拧一下 隔天起来 你就会有变成 从A变成C 有没有 太夸张 不可能的东西好不好 这个是骗人的 为什么呢 决定你胸部的结实 肩挺 大小 是取决于你的妈妈遗传 你的乳线 你的胸部的乳线有多少颗 八颗就八颗了嘛 它不能再大了 对不对 除非你来 我介绍你来做手术 OK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OK 那 当你活跃的时候 因为你和红最浓 所以你胸部 每一颗乳线都站 为什么 鲁线站 因为你的和红最浓的时候 每一颗乳线 是椭圆形状 它里面装什么呢 它里面就是装 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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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的东西本来他就是这样子 本来就是 OK这样乳线里面装的就是磁剂树 OK 所以怀孕的女人一定会脏奶 为什么 因为每一颗的乳线都充满 装满了磁剂树 所以就脏 所以这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 如果你的卵巢细胞主持不健康 所以怀孕的时候很悲啊 医生讲你高血了 或者是你糖尿病 然后你要把治药打针 可是这一群女人 当他生了孩子过后 不用吃药 这个病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女人生了孩子过后 你的荷尔蒙会掉到你人生中的最低点 所以把那个荷尔蒙带来的病带去了 没了 你好了 问题在于潘贝来的这件事情 谁在跟你一起在怀孕的时候 谁在跟妈妈一起品尝那个药 这个才是重点 孩子啊 明白了 孩子啊 所以呢 健康不是单单一个人的问题 健康是带上一个责任 当你还不处于很健康的时候 你怀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你导致你下一代会面对健康上的问题 而且他有可能是整四人都被妈妈所害 其实很多人不懂 所以做女性的 其实我讲为什么女性的这么伟大 这么牺牲 牺牲 牺牲他可以牺牲到健康生命 可是伟大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有责任去孕育下一代 确定你的健康的程度之下 你才好孕育下一代 不然你会害到他 什么呢 他出来过后 整四人都会吃药 都会面对病的问题 所以我有时候因为非常感慨 为什么呢 在三七八月 我在马六甲讲课的时候 有一对夫妇 他来的时候 然后听完我讲课 他就问我 因为我讲细胞 那时候我讲细胞营养 所以那时候他就问我 我的孩子刚刚满一岁 刚刚满一岁 第一代 医生教他吃 他的孩子吃什么料 糖尿病 满岁 满岁 医生 要给他吃 他那不要 然后他们下宝 我就问他妈妈 你怀孕的时候 你做什么 他讲他有作用 我讲是你带给他 结果他妈妈 我不留情的 基本上为什么 如果我留情的话 因为往往健康的东西 你真吃到 你不会 没有真吃到 你不会痛 你吃到不好 你才会痛 对不对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可是这个妈妈哭了之后呢 我讲你哭也没有用了 基本上已经造成这个问题 其实你也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懂 你无知 你无知现在你导致你孩子一岁要是他那位要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 问题是现在你懂了对不对 这样你懂了之后 你更加要懂得自己的健康 负伤责 为什么 你要确保你下一代更健康 所以你一定要不好你的荷尔蒙 所以他才在哭 朋友们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你会觉得 痛经乱经 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女性现在去问他身边的朋友啊 同事啊 同学啊 每一个人哪一个没有面对痛经跟弄经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当你问到每一个人都跟你同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怎样 原来每一个人他都是一样的 他就把问题正常化了 没有问题啊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 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是正常的 明白 这个才导致以后 我就讲刚才后续嘛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和我们带来非常巨大的恐怖的一些后遗症 就是这样子啊 可是今天大家如果你懂了之后 基本上这些东西你可以砍掉 切掉那种不好的哽怜 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公司 我们有这个雷里面基本上非常棒 为什么呢 他就是解决女人荷尔蒙因荷尔蒙带来那种后遗症 他把他哽怜切掉 不是医生啊 医生没有办法跟你切掉啊 你不好意思吗 所以大家 只要你好好今天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要鼓掌一些带新朋友来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真的很棒 因为他也想把这些东西带给你们 其实呢你们更加感谢他 因为他们带你来 其实带能带你来的人都他都花了很多的不少的功夫 所以我们都明白哦 所以你们今天来到真的是不会浪费你们的法规时间 因为我们真的想把这些正能量分享给大家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生产其女人所面对的问题 可是你看到下 所以这个小孩子当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荷尔蒙就要吃高血液要吃吃糖尿病药对不对 基本上孩子就跟你一起品尝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就会害到下一代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 当荷尔蒙掉到最低点因为你生了孩子 女人就掉到最低点这个荷尔蒙 你的病不吃药都好了 问题是生了过后的女人 当荷尔蒙掉了 有没有试过一些女人生了孩子过后牙齿会掉的 有没有 有没有试过 谁有试过这边 有没有 通常很多一些做妈妈 auntie uncle都跟我讲 孩子细掉妈妈那个盖子了 所以妈妈就会掉牙齿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说法 有 其实是错的 孩子不可能细掉妈妈的盖子 为什么会掉牙齿 因为女人和我们一掉了 生了孩子就掉到人生中最低点 如果你的荷尔蒙没有在特定的时间 准时的把它平衡回来 你的盖子就永远一气不复发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绝大多数女人荷尔蒙掉了之后 盖子就流失了 所以她就会骨质疏从症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 现在女孩子看一下 20岁 生了一胎过后 我跟你讲 20岁的女孩子 现在中看不中用 美的没有 我跟你讲 生了一胎过后 你叫她中了过后起来 还好跟你讲 她要扶着 因为我亲眼看过 她扶着 她在那边拍 你们把20岁 腰骨酸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调到你的荷尔蒙 可是很多女性不懂 以为盖子流失了 你去淹血的时候 医生跟这样 骨质疏从症 叫你吃盖片 叫你喝牛奶 对不对 全世界的女人 没有因为荷尔蒙掉了 流失盖子而吃盖片吃牛奶 可以补到盖子的 没有 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荷尔蒙是锁住你盖子的因子 不可能补到吃盖片喝牛奶 所以今天省起来那个钱 好好调好 荷尔蒙 我们的Lilymax 基本上很便宜 只要你好好调到三个月 好过你喝三个月的 那怎么 看到广告牌啊 请那些天王 进行来打广告了 喝了哦 他的背骨有多强壮 我跟你讲哦 你吃三个月 你花了那个三个钱 我跟你讲 不比花了一个月的Lilymax钱 我跟你讲 就看到效果了 没法意思哦 为什么呢 当你的荷尔蒙一调和 平衡回来 你的盖子就停止流失 可是你没有调好你的荷尔蒙 你每天大量喝牛奶吃盖片 我跟你讲 三个六个过后 你还是一样面对盖子流失 就这么简单 很简单的意思 很难 有些人听了不明白 就做一个比例 今天带去在这边 你看些业余产片以前 会有失恋了 想不开 拿一个刀 去一下这边 血流不止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我这样子 你要救我吗 对不对 你不帮我止血 然后你拼命跟我进血 有用吗 没有 没有用 就跟你盖子一模一样 你没有调好你的荷尔蒙 你拼命的进盖子 拼命的颅鸡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它还是要一去不复乏 只要你调好你的荷尔蒙 记住 它就锁住你的盖子 因为荷尔蒙就是锁盖阴子 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基本上 今晚除了听课 其实你可以省很多钱 为什么 回去跟你到父母亲讲 你的妈妈讲 不要喝牛奶了 不用吃盖子 吃Ladymax就可以了 所以讲 Patrick讲的 三个月 一般上如果患有骨骼疏松症的女人 你喝了我们的Ladymax 三个月 基本上我们亚洲人的高度 女性高度 你会体重增加两到三个体重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一般上骨质疏松症的女人 她的骨密度就松了 一个洞一个洞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你的重量都轻掉 喝了Ladymax 三个月 你的骨密度回来 你的重量就提升 两到三个体重 可是你不要以为肥了 为什么呢 你要感觉一下 之前三个月前还没有喝Ladymax 跟三个月后 是否你整个的骨骼 整个的状态 精神状态 是不是跟你一些不一样 我跟你讲 不用去 不用去什么 去试验什么 好好三个月 Patrick在这边 你骗你三个月的零一个钱 多少钱 非常便宜 那个价钱 其实用三个月好好调味了 你就看这个效果了 OK 那再来验证一下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生产过后的女人 因为荷尔蒙掉到最低 这个就是女性 不见了健康 不见了性命的那一刻 因为盖子大量流失 很多物质跟着流失 包括假 这个假呢 控制女人的情趣 波动很大 结果呢 这个最曲的女性 对不对 因为生孩子 不能平常喝 每天老公 七点准时回到家 今天奇怪 七点半回到家 半个小时 完蛋了 这个老婆呢 怎样讲呢 她会想到她老公 不知道会怎么样怎么样搞 怎么样怎么搞 所以半个小时 会制造很多 无形中那种的 幻想出来 可是这种幻想是不好的 如果她荷尔蒙正常 她会跟我讲什么 她跟你们讲什么 好巧我老公吃了半个小时 因为我有多半个小时 私人的空间 可是如果有一些 因为荷尔蒙流失了 她这边基本上 情绪不稳定的女人 她会想到 很多负面的东西 这两个比较 就不一样了 可是这一个呢 就造成什么 所以很多女性 在生产过后 面对了一些 严重的性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讲 这个 产后 有医症 为什么有医症 一定要加产后 答案来了 基本上就是 你生产过后的女人 和我们掉到最低 你不能平衡回来 它就造成 刚才我所讲的 这种问题是这样 失眠 因为你的盖子 大量流失了 你失眠 开始失眠精神就分裂 你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这个就是这后遗症 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考一下 这个就是今天的子宫图 很多女性 基本上都不懂 子宫在那里 然后婉巢在那里 来看一下 婉巢 左右各一 然后就是子宫 然后子宫紧 下身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生了孩子过后 很多女性都会担心 那要问题是什么呢 之前之后不一样了 对不对 来 这个子宫 你看下子宫 子宫 其实子宫有几大 子宫就在这边 鸡蛋这么大率 就在这边 OK 就这么小了 可是很伟大 为什么呢 当他怀孕九个月的时候 会占五十倍 会占 他生素性很大 那问题来了 生了不好 能否 能否 重回 重圆 我们重圆 形状 能否 能不能 不能 不是不能 因为我们有些看到 有一些朋友 他还没有怀孕前 跟怀孕后 生了后 都一模一样 可是 买少 尽少 对不对 通常是一去 不复乏 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你生了不好 当你脑脑不能平衡 来的时候 严重的后果 你没有调好 你整个的子宫 基本上 他就不能重塑 回来 原来的那种形状 然后就面对什么呢 一般上 女人就会面对 很严重的问题了 严重什么呢 严重到会 子宫下垂 对 子宫会松弛 下垂 当子宫松弛下垂 一个症状 你一定会中的 一定会感觉的 为什么呢 你整天感觉到 你尿急 整天你感觉到很想去上厕所 你明白吗 可是上了厕所过后 还没有出到厕所都不能关好 你又尿急 这种感觉 有没有 在这各位 有也不敢讲了 通常都会有这种问题 中港问题还有严重的时候呢 你晚上要到天亮 你要跑五六次的厕所 为什么呢 你平尿 就是有平尿的感觉 那严重 有没有听过 子宫下垂 子宫外露 有没有听过 有哦 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种严重的时候呢 你哀啾 我跟你讲哦 你就会醒人了 为什么 你要跑厕所了 要喝内哭了 如果你没有穿成的尿片 这个就是子宫 严重下垂 影响到会尿四劲的问题 为什么会影响到尿四劲的问题呢 因为整个子宫 这个子宫 当它往下垂的时候 其实呢 这边呢 就是尿道管 尿道管 它就压到尿道管 它就压到尿道管 它就压到那个尿 就很难控制 它就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不一定 只限于女人生产过后 才会有的症状 马来 马来西亚 妇女性结运动 在去年 调查了马来西亚 妇女生过孩子的 十个中 有四个 会有这种问题 有没有要吃 有没有要吃的 没有 医生只会问你罢了 生够了吗 还要生吗 对不对 你看那医生很恐怖 只要你有这种问题 严重的时候 医生问你去 生够了吗 还要生吗 不要生了 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药 所以基本上 我们能跟你讲 这边今天没有药 什么病都没有药 医生只可以 可是呢 很悲哀 很多女人呢 往往呢 因为她没有这个福气 借到我们 这个圆 很多就牺牲了 怕到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牺牲子宫 基本上就是牺牲你的寿命 子宫被窃了 你的寿命会短到五年到十五年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女人跟男人排毒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男性排毒经过肝脏 把男人分解毒素 当然我们男性的分解毒素 很多拨着才能排出来 女性不是 女性是从肝脏直接 之后 排位 直接来到 子宫 子宫就把它排出来 所以她排的时候就是很直接 很了断的把它排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女人排毒的方式 所以女人的寿命 往往比男性会更长寿 这个是肯定的 为什么 她排毒会比较透彻 彻底的排 跟我们男性不一样 可是往往 如果女性这个问题 其实她也是个即时炸弹 你没有调好你这个排毒工厂 分分钟 她就知道炸弹在里面 明白意思吗 所以有些人跟悲哀被医生切掉了 女人排毒的工厂都被切掉 我跟你讲 你的毒往哪里排 根本都不能处 你不要以为你的切掉你的毒 就可以跟肝脏不能 女人在法定年龄排毒 这个排毒工厂到55岁 法定年龄到55岁 55岁过后 当你自然停机过后 她就会从 这个机能很奥妙了 我不会解释了 她就跟回我们男人一样 女人就跟回男人一样 自动的从肝脏结果当中的结果 这个就是上帝制造这么奥妙给女人 可是你却逆转它把它切掉 然后你的毒素根本排不出来 就造成女性牺牲了健康 牺牲了生命 甚至被切掉就是你的寿命都没有掉 明白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今天大家既然来了 以后就好好的去怎样照顾你这两颗卵巢 这么简单 可是往往一般上 医生就会叫你现在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这个问题 没有要是 没有要试镜 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在我的经验里面 Ladymax对于试镜的问题 几乎我不敢100% 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几乎是百发百中 只要你有试镜 松弛的问题 包括下身 包括指纹 只要你里面 你敢敢服用它三到六个月 我跟你讲 你会看到一些特别的效果 甚至你的另外一半都会感觉到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显的 每一个人吃了Ladymax过后 另一半肯定感觉到 因为他非常的明确 非常明确 然后呢 最重要一点的 不是生产过的女人才会有试镜 因为我本身的美容是在吉隆坡 21岁 很悲哀的 为什么呢 他有男朋友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干脆 原来他从初中开始 就不能上体育课 为什么呢 他会弄尿 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印象中 他有跌倒过 刚种东西跌倒过 自从跌倒过后 他就会弄尿 结果呢 很多年呢 看了很多专科 都没有用 也没有钥匙 然后呢 听我讲课过后 他问我 可以吗 换紧这个 我讲哦 我不敢100% 可是是90% 没有事吗 结果 他就买一盒 你知道一盒哦 一盒基本上 可以吃两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罢了 一个礼拜 我都没有事 跟我讲什么 下去 我现在从桌子上跳下来吗 都不会漏尿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这个事 真的有这种的功效 所以今天 我是把它分享出来 都是因为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希望大家 可以把这个这么棒的产品 对不对 帮人家 帮你的身边的亲戚朋友 这个连医生都没有药医的问题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当一个女人生产过后 甚至有子宫下血的问题 尤其是生产过后 因为荷尔蒙掉了 再加上有双持 这个问题 妇科的问题来了 一个女人荷尔蒙掉了过后 基本上其实呢 更年期基本上呢 不是你们所想象征的这么美好 什么什么美好呢 一般上女性认为更年期是在40多岁以上 对不对 其实呢 你们错了 女性荷尔蒙更年期啊 基本上在三 在三 四年前 日本的一个报导 现在的女人 更年期的年龄 已经来到28岁了 所以基本上28岁的女人 已经进入更年期了 可是很多人 往往他们误会了更年期跟停经这个问题 其实更年期它不是停经 更年期的意思 它还是有业绩 可是 不是什么 因为你的荷尔蒙掉了 掉了 你没有平衡回来 当然还有业绩 可是已经进入更年期了 更年期的意思就是 你的荷尔蒙开始掉了 你没有调好回来 你就进入更年期 这样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随着你的荷尔蒙越来越掉 越来越掉 就会更明显 在你的外在显现出来了 所谓外在呢 不美的东西跑出来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基本上平衡 平均28岁 已经开始更年期了 所以可是 只要你今天 今天 调好你的卵巢 你的卵巢的细胞组织呢 如果你给到它营养 基本上它就可以稳定 可以健康的制造出你所需要的卵巢 基本上你的卵巢就不会短缺 就不会掉 然后它可以令到你 可以令到你 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来引荐 更年期 基本上人家的更年期非常大的症状 非常非常不健康的症状 可是你在更年期的时候 基本上有可能 你还是水水的 你还是短短短短的 你还是前创后后债 OK 一点都没有改变 只要你确保 你的晚潮的细胞组织健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更年期的时候 基本上 和蒙掉了的女人 第一个现象 你的外在肝 你的皮肤肝 所以很多女人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皮肤肝 在座各位 有没有现在做一个示范 你捉一下 过一下 有没有火车路的 如果有火车路就是更年期的 男性也是一样 我们的大手 过一下 没有 基本上 女性你们看一下 你过一下 你的脚 尤其是你的脚 基本上 我们最明确的是在脚 你拖一下 你的脚 有没有 有没有火车路 如果有火车路 基本上你已经更年期了 为什么会这样 你的荷尔蒙 基本上已经不足 已经不平衡了 它掉了 需要 需要什么呢 需要调好你的脚 很吵 因为我不晓得 这个各位 有没有发现到一些女孩子 很美很白 偏偏她的脚 好像鱼鳞这样子 有没有 有 有 我的经验 我教你们 我的经验 因为我以前那个美容 美容师 他才三十岁 可是生了三胎了 基本上呢 他很美 皮肤很白 可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的脚 就有鱼鳞 就有鱼鳞了 症状 干燥 吃什么都不能好 茶什么都不能好 拼命吃抗来症 根本都没有用 然后我就跟他 你真的是浪费 为什么呢 吃抗来症 那里可以使用到 因为你的荷尔蒙掉了 你吃多少的抗来症 都没有用 我讲你调好 怎样调 Ladies 结果 我跟你讲 这个美容师 三个月 还没有到三个月 基本上两个月不了 让他整个的 已经对不对 没有掉 完全没有掉 所以 只要你发现到 外干的时候呢 那 你不要以为 只是外干的问题 当女孩子 或者是女人 如果有外干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你这边也干 当外干 你这边也干 当这边干的时候呢 你会影响什么 外干就内干 这个干燥就完蛋 这个干燥影响什么 第一个影响 两性之间的幸福 OK 第一个影响 两性之间的幸福 因为你干 所以你就影响 两性之间的幸福 第二 其实最主要的 它影响什么呢 这个问题 女性的分泌物 下身 阴道的分泌物 其实呢 就是来综合 综合 阴道下身的酸碱质 它是微酸 微酸是这样 其实呢 它处于微酸的状态 而且这个微酸呢 基本上呢 它可以综合你的 酸碱质的同时间呢 它可以杀菌消炎 它可以杀菌消炎 而且它是全世界 你都找不到 最好的杀菌消炎药 就是在这边 你本来就是有的 本来就有的 可是因为你黄红掉了 然后你皮肤干了 干燥了 你这边也干燥了 说呢 您这边的PH balance 它不能综合你的酸碱质了 然后呢 来了 当你一干燥的时候 你这边又咬了 下阴 下阴又开始会咬 当你咬了之后呢 继续 你没有去调好它 来了 白带增加 白带越来越多 那白带多到时候呢 一开始有可能是细胞 你觉得没有怎样的 因为你觉得是正常的 白带对不对 其实白带是不正常的 因为你虚它才有白带 那问题来了 当续菌感染了 因为你这边干燥的时候 续菌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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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菌来了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它就会来攻击你的子宫颈 所以你这边的分泌物 基本上是预防抵抗续菌 跑进来子宫颈 可是当你合红掉 你没有调好 你干燥了 你这边的不能综合到酸碱质的时候 续菌来了 所以你的白带增加 白带越来越浓 会越来越白 然后会有泡沫的时候呢 基本上 如果你去妇产科 你照一下你的下身 sorry 有看到了 ok 基本上你 照一下你的下身 你的子宫 基本上这边会有白点 会有白点 那这个白点就造成你的白带 越来越年会有泡沫 然后严重的时候 会有异味很多东西 不同颜色跑出来 越来越深的颜色流出来了 如果流出来的时候 还有氧的感觉 然后还有味道的感觉的时候 好 基本上你子宫颈弥烂了 如果有血湿 有血湿刑防的时候 如果有血湿 可是它不痛 所以很多女人都不理 不是用刑防的时候有血湿 有血湿都一样 如果刑防又有血湿 不行防都有血湿 因为你没有感觉 纵使刑防有血湿也没有感觉 它跟我们肝脏一样 如果持续有血湿刑防 然后呢 这个是英文叫什么呢 CIN2 就是子宫颈癌症病发前的 那一个步骤了 CIN2了 因为它跟肝脏一样 没有感觉的 有没有要吃 没有要吃 我跟你讲 当你痒的时候 当你痛的时候 这边痒 然后影响到吸进来感染的时候 你的尿道管 尿尿的时候就会伤痛 你去看医生 医生给你吃什么 止痛药 Antibiotic 凡是吃这两种药的 越来越频密 这个问题发生 越来越频密 没有要吃的 是不好 所以你要调什么 调好你卵巢 你卵巢一调好 你就能平衡你的荷尔蒙 荷尔蒙平衡的时候 你的分忧增加 你分忧增加的时候 你皮肤会滑 你这边就会滑 你明白的意思吗 当你活了的时候 你自然的解决 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 有些严重到 当你的子宫颈 迷烂的时候 你没有吃豆腐 明白吗 可是都会制造豆腐渣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听过一些朋友 内裤脱一下 竟然没有吃豆腐 里面有豆腐渣跑出来 明白的意思吗 就是这边 细菌吃生了 子宫颈是内宫 内在的 它没有皮 它靠一个单细胞 单细胞 多层式的内膜 来保护着 不要被细菌 请不及子宫 可是就是这个 多层式内膜呢 就会被细菌感染 就会发炎 然后这边就留很多东西出来 OK 这个就决定了 你的子宫颈癌的问题 当你的子宫颈的单细胞多层式内膜被细菌残尸了 它变成 从多层式内膜变成单层式内膜的时候呢 你就有感觉了 这个就是子宫颈癌第三期了 OK 所以它从在第二期都没有迹象 只是会有血湿 也许 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 当你有感觉 已经子宫颈癌第三期 所以马来西亚 我认识 之前我讲 可是像马来西亚讲过的时候 马来西亚预防子宫颈癌 一方苗珍那个主席 他有来听我讲过课 他有跟我分享 他讲 这个很好 为什么你讲 他跟我他讲我讲的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不懂 怎样去解释这个东西 然后再讲 我们马来西亚三大种族 华人不类 三大种族里面 华人子宫颈来 并放力最高 十个两个 十个有两个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因为不懂 怎样去调好它 今天我们有零力 只要你把零力调好 你就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这边就解决了 你就会直闷回来 一直闷回来 这个虚担就自然 然后再被杀掉 就这么简单 很简单 可是 你们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OK 所以今天呢 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的新朋友 其实呢 你们来等感情了 所以这些呢 基本上呢 阴到肝脏松弛呢 都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生过后 我们没有调好荷蒙 然后我们讲 美丽的致命伤 一个荷蒙掉了 就是更年期症状 那这个更年期就运到什么 看到没有 胸部下垂 那胸部下垂 我要 我要再加强一点 刚才我们讲到 怀的女人 都会胸脏 脏奶 对不对 因为脏奶是什么 你们懂了 鲁线 因为都脏满了 那个磁技术 对不对 可是偏偏很多女人 一听到磁技术就怕 明白 有没有 女人听到磁技术就怕 可是如果女人没有 足够的磁技术 我跟你讲 你都不像女人 因为女人的胸部的乳腺 每一颗 你要它脏 你要它结实 它都要磁技术 磁物的磁技术 所以呢 当你吃了Ladies 后 基本上它还重到这一点 因为它里面有 很纯的磁物磁技术 然后呢 什么情况影响 这个胸部下垂 生了孩子过后 女人 和我们掉了 磁技术 开始流失了 你胸部的乳腺 磁技术 也开始 一气不复发 所以呢 每一颗乳腺 栽满的时候 你的胸会胀 结果乳腺都流失 它就会萎缩 你的胸部 就会 打下来 所以 走路大一点 它都会 买来买去 这样子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 荷尔蒙 掉了 严重影响 你这边的美观 第二个严肃 影响 它下垂萎缩 现在的年轻女孩子 基本上 胸部 我不敢讲十个 十个啦 十个基本上有七个 胸部 都不美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你们男人 其他男人更有福气 时常有机会 你看 现在的女孩子 因为她只要享受到瘦 就是美的感觉 她拼命瘦 她拼命瘦 不吃 她也要瘦 对不对 为了瘦 她不吃 当你不吃的时候 你卵巢要制造 瘦剂素 你没有给到她原料 基本上 她就没有原料给你 她就没有瘦剂素给你 没有瘦剂素 你的胸部的瘦剂素 它就会流失 它就会不会 回来 你的胸部就会萎缩 严重影响女人的胸部的美观 通常现代的女孩子 有形无形都有吃到减肥药 对不对 凡是女孩子有吃到减肥药的 这边一定萎缩下垂 然后呢 好像阿嬷这样子 真的 你看一下你身边 你去看你自己 来吃过减肥药的女性 回去自己检讨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有松弛了 是不是萎缩了 你很难调补回来 真的 因为现在的减肥 基本上都有药 你在Facebook 你在WeChat 全部那些 吃了一个月 可以收三五kg的 100%里面有静药 那个静药 除了伤肝伤肾 最重要就是伤你的乳腺 吃你的实际速 一气不复反 会越来越萎缩 越来越干 你的胸部本来这样子的 它就这样的 通常来的时候 它就这样子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简单要说 你现在看一下 年轻的女孩子 她瘦到皮包骨的 你不用看她的胸 你看了人家吃不饱 吃不下巴 热成文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 女孩子生过了之后 有一些问题 这样子 Lady Max 你用三个月来做检验 Before After 就算她还没有吃的时候 你拍她 三个月过后 你再拍她 你会看到她的改变 当然她不能100% 没有掉 可是她能减轻这个问题 症状 肥胖身材主要 刚才都讲了 一气不反 什么 因为你的荷尔蒙 荷尔蒙一流失 就会影响到内分泌失调 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呢 你喝水都会水肿 现在女生跟我讲什么 Bagic不止了 现在怎样 骨系都会肥 为什么 这不就是 你的荷尔蒙 影响你的内分泌失调 所以只要你好好 自己调 好你的荷尔蒙 确保 你的荷尔蒙症状 不会失调 然后肿瘤 肿瘤子宫癌 生了刚才我讲 生之前 有痛情乱情 五年反年 生产过后的女人 基本上 如果三到五年 还有痛情 还有乱情 基本上这个东西呢 跟你 几乎扯上关系 几乎扯上关系了 所以现在女人 有流比比结识 所以我要这样调 可是很多人 很怕荷尔蒙 当她有流过后 什么都不敢吃 明白我意思吗 当你不敢吃的时候 你的流 根本不能治好 医生可以帮你治好吗 不能 医生没有药 医生对于流是没有药 医生可以给你吃什么 等你的流大了之后 切掉 切哪里 切你子宫 如果你这边有流 就切这边 问题来了 切了之后还会来吗 100%会来 因为你没有调好 你的根源 暖潮 所以你还是要调 基本上很多人生有流过 不能吃这个荷尔蒙 我讲你不吃吗 你不吃更加多流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调 更加要吃 可是要懂得怎样去搭配 有流的人更加要懂得搭配 怎样去调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更年纪的问题 更年纪问题 基本上 有没有人拿着麦的时候 Betriks拿着麦 有一天Betriks上台的时候拿着麦 主持人麦呢 还不拿来给我 然后你不要来听我讲 因为我已经换上了这个技术 对了 不好意思啊 有没有拿着锁匙在找锁匙的 各位小姐们 如果你们有就证明你们的是 让人家钱 OK 然后严重的时候呢 热炒红跟倒汗 有没有看过热炒红倒汗 在那边 有没有 有吗 真的有吗 有就再分享 没有我就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有看过 热炒红倒汗 热炒红倒汗是怎样的 就是更年纪最严重的一个现象 是什么呢 当他们来的时候 没有 没有益照 他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很顺畅 谈话的时候 突然他来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这边 他越来越烧 越来越烧 越来越热 烧到这边 后面他有热了 然后他热锁整个点 红倒完 然后他要求 你的Aircon拼命开到最冷 开到最冷 你坐在穿JC的时候呢 他还讲 你可不可以拿扇子跟他破 这种情况啊 这种现象 因为我遇过 我有做过这个动作 然后你破扇的时候呢 不到15分钟 他的发根 掉汗 这种情况 而且他会很穿 很辛苦 前后半个小时 这种女人100% 晚上是失眠 所以凡是失眠的女人 基本上是跟荷尔蒙 扯上很大 关系 可是你要调好吗 你只要调好 没有药吃 我会吃什么药 你没吃 你没吃 因为你去看医生 你会给你吃什么 镇定药跟安眠药 没有了 因为我有一个 在马力加 一个健身一个ante 一个月吃五颗 没有 一个月吃五颗 就很好了 其实他一天要吃五颗的安眠药 他没有病了 他只是每一天要吃五颗安眠药 医生可以给他 没想到他要睡觉 一个月大概花四百多块 已经花了很多年 结果呢 他听了我讲课 我们配打给他 莫连加跟Lady Max 一个礼拜过后 他的药一颗都不用吃 所以他还是挺 所以我们来看情绪不适了 过后连那个甲 就流逝 因为甲就控制你情绪 流逝了之后 整个盖子流逝 你就失眠 情绪化就会很严重 所以造成什么呢 更年纪也会造成 优异症 OK 老人班这些都是不美的东西 都来了 因为皮肤干燥迅速老化 肌肉双弛 那这些都是更年纪 你们不想要的都来了 OK 胸部萎缩下垂 骨骼酸痛 因为更年纪嘛 所以你的荷蜂掉了 你的盖子肯定掉 盖子等下就流逝了 一定会 这种问题 跑不掉 我们的Lady Max 基本上 因为时间上关系 我就不详细讲了 就讲下去 基本上12点讲不完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整个Lady Max的配方 基本上就是100%的植物精华 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 它除了植物的之外呢 它有一个益生菌 Pribiotic Probiotic 在里面 在这个非常棒 为什么呢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吸收 跟排泄代谢的功能 所以这个非常棒 我们的配方 这个非常棒 所以我就不想加 讲解了 这个因为你们本身都会讲解 所以我们里面有 Kachi Bhatima 100%收缩下身 然后呢 野哥跟Piraria Mirifica 你上网可以找这个资料 它是100%地球里面被发现植物里面最功效最高的风修产品 也是调整女人和我们最棒的植物 野哥跟 然后呢 这个野生菌 野生菌什么来着 野生菌女人吃了之后 你会爱它 为什么呢 它会令到你的发质 全部都会亮丽 滑回来 如果你发质粗糙的 断根的 你一定要吃它 野生菌 它会令到你 头发亮丽 指甲 有没有指甲不漂亮的 时常会断啊 会干啊之类的 你喝了我们Lily Max 因为有这个野生菌 你的指甲就很健康 我们夹到回来 再来 这个野生菌 基本上呢 它可以做到吗 它可以令到你整个皮肤结实 结实回来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 鲤系大豆蛋白 这个鲤系大豆 很多人问我 Metri 喝多那里可以 这个有大豆的蛋白 不可以我讲 这个不是整个大豆 这个是我们高级进化了的 大豆的蛋白质 而且这个进化了的蛋白质呢 是哪里送的呢 它哪里提供 缺少了 盖子的 铝人的问题 补回盖子 然后呢 补回蛋白质 然后呢 从中呢 它提供这个一黄酮 刚才我讲过一黄酮来做我们的了 就是给卵巢 来制造 它所需要的荷尔蒙 所以它可以平衡 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然后再来 叶有被子 这个叶有被子 是最棒的 天下最好的 杀菌消炎的药 为什么呢 凡是女性 有下身问题的人 就是有细菌感染的 时常细菌感染 尿尿会烧痛的 是要是不好的 每天都要看出产歌吃药 我跟你讲 只要有痒 有痛 有异味的 这个业务被子 它就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它可以杀菌消炎 最重要一点 就是当一个女人 患的性能感染 因为我有这个经验 我那个过去年 性能感染 30多岁去年 冲 毕宫 30多岁 一个女人很漂亮 没有事来 毕宫 然后我跟她解释的时候 真的可以吗 我讲你试试讲 为什么可以 她挑战我 你解释出来哪一个可以 我讲业务被子 为什么业务被子 业务被子 其实基本上呢 她是专调理女性 下身 最敏感的地方 男性敏感的时候 你受到吃剧 她会拖起 OK 我们摩尼加就可以了 OK 女性也有被子 它就会令到你 兴奋的地方拖起来 所以你就会 敏感 敏感了 就会有心需要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你细胞 正常的情况之下 才会有的东西 可是你不要以为 哎呦 吃了等一下 会要 我跟你讲 如果吃了会要 那个是 违格还是那种 一种叫什么 给女性吃的 那种是药 这个不是 这个是调好 给你整个的细胞组织 正常回来 你要的时候 它自然要 你不要 手团不要 你没法 这个就是正常 它就是可以给到 女性们 有脱取的感觉 就是有敏感的感觉 就解决了药尔蒙 带来的性能感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完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Ladymax 然后跟我们的药尔蒙 也时间上关系 也不允许 我再继续分享下去 所以很感谢 很感谢你们的到来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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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这些 你们可以把我们这个Ladymax 这位 可以更好的传达 给你们新的朋友 照顾更加多的女性们 照顾更加多的男性们 给他们幸福 OK 所以谢谢大家 祝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